我相信在看影片的你有带iPhone、iPad这些东西来看PDF多过用MacBook 所以呢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在iPhone、iPad上面edit或者是createPDF文件的一个App 大家好我是三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目前这个频道主要会分享关于如何正确的使用MacBook和iPhone 如果你对这一类的影片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三号TV啦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App是叫做PDF Element 之前我也有做过分享不过那个是关于Mac版本的 而它也有推出iOS和iPadOS的版本 去到App Store找search找PDF Element 你就会看到它了 所以我现在大概用了一段时间过呢 我发现到它有三个功能呢是特别有用的 它就是可以scan一个文件然后它把它变成PDF 我这边有一张卡片 所以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PDF 就打开这个呢按添加然后按camera 然后我对准 我拍了过后我还是可以做clock的 这边它有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叫做detect 我们给它试试试看 不然它只是detect到这个下面这个小角 所以我觉得不行 我就把它移上来 这时候大概是这样然后按单 因为它是打横的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变成直的 就按rotect 然后再按save 就ok了 又或者是如果你有很多个PDF 很多个照片可以放在同一个PDF的话 都可以 我们按添加 按camera 这里我就找了几个东西来做sample 第一个我就拍这个 然后按clock 然后它自己就detail到是要哪一个了 然后这个反正是我要的我就按ok 然后就 其实它就可以 display到很美一下 然后 我再按add 再拍 就是拿这个 然后再按clock 然后再 ok 然后再按 夹 这个时候我就拍 这一个 然后我再clock 这个我就很奇怪因为它只可以detail到一些比较小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自己手动挑 ok 然后再按rotect 然后就可以看到三张了 像左向右滑就可以看到你的 刚才拍到的那些 PDF send 就是这样 正常来讲我们通常只可以在 我们的iPhone iPad里面 view到这个PDF 可是这个可以让我们去 edit它 我去safari 找一个 PDF 这个文件呢 其实是 一个resume 这里很好就是 你按 这个share 然后share了过后 第二排这边你滑到最后面 按摩 然后你就可以选 PDF 它有几个可以edit的东西 highlight啊 添加字啊 或者是 改字啊 跟加图片 这都是它之前在 Map版本 时候就有了的 我先按第一个 highlight 然后 core center 不管我的手怎样子让滑 只要它是在那个线上面的 它基本上都可以 除了是 highlight 它可以画 虚线 也可以画 close light的那个线 当我按 中间这个字的时候啊 它可以帮我们改字 而且它可以马上 detail到 哪一些是 字来的 像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来 看多一下 然后加我要的字 然后你还可以两个手指 开 放大 或者是缩小 然后这个字 它原本的字体呢 你它可以 delete掉了 最基本上它就跟在 Map版本呢 是很相像的 然后我们再按第三个呢 就是加图片 它detail到一个图片 就在最下面 我们按一下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 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给我们选 像是rotate啊 crop啊 或者是 replace 这边我按replace 然后我换另外一个 就可以了 所以 改这个文件 真的是 超容易的 像是有一些人啊 可能他要 做一个signature 这样子的话 这样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要在 这个地方做signature 按这个笔 然后滑到最后 然后按这个 create signature 然后这边我就打 signature 然后按单 就可以在这边了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 缩大 缩小 一来一去都行 然后做完了过后 点这三个点 然后signature 再按下来 更 advanced的 改法 像是我要加一些nodes 按这个第一个的笔 然后我再滑去中间 中间这三个都是可以来加 添加那些nodes 就放黄色 放在这边 这个就可以 变成是你的nodes 然后 弄完了过后 滑下来就可以了 人家看到这个nodes的时候 按多一下 nodes 它也是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这一个 这个呢就是 显现出来的那个 字 等等的很多 很好用的东西 因为基本上它就很像是在 Mac版本的那个 pdf element一样 可是它这个呢 就比Mac的还要来的方便 因为我们只要在手机上面就可以做到了 我发现到一些事情 我觉得它应该拿来提升 好像这个 这是我刚刚拍的一个pdf 它应该有detail到这些字了 可是我翻过来的时候 它 把它当成是一个照片 没有办法 改这些字 这如果可以加强的话真的是很好用 然后我发现到它 好像打字啊 也没有 这么快 所以我现在 一个test 在这边 就给你们看啊 我现在打字的时候 我手指离开了 它还在打 还在按着呢 看到吗 就 如果这个还可以加快那个反应速度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啊 关于这个pdf element的下载链接 我会换在我的说明文或者是我的留言栏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喜欢的话可以下载来免费使用 当然付费版本的会解锁一些 比较advanced的功能 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如何在iPhone跟iPad上面 edit或者createpdf的话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说不定他们正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输 дополн的